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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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们昨天示范到做 昨天也提到呢 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要 立如松 卧如宫 行如风 坐如钟 那昨天是先提到了女士的做法 双脚要并动 也是右手放在左手上面 然后放在左脚上 这是女士的做法 那我们今天的示范男士的做法 男士的做法 双脚可以微微打开 然后双手很自然放在你的大腿上 各位朋友 这个姿势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在三十年前 家庭里面在照 团体照的时候 谁的姿势都是这样 父亲的姿势都是这样 那时候做这个样子很有威严 那我刚好在汕头讲课 我也是很标准就做这样 结果那个摄影师呢 一直叫我 脚合起来 脚合起来 我不知如何是 我就慢慢 稍微合一点 但是也不可以太合 你看男生角度做这样 感觉怎么样 好像很小家子气 好 这个是做的知识 那在做的知识当中啊 我们也要注意一些细节 就像经句上提到的 物见欲 物搏仪 物积聚 物摇臂 这个物见欲啊 在站 或者在坐的时候啊 不要去踩东西 比方说 古代有那个门槛 那你踩这样呢 那个知识啊 就很难看 也让人家觉得啊 你很轻慢 很随便 而且东西让你踩久了 会怎么样 容易坏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习物的态度 那现在很多小孩子 坐在椅子上 他可能脚啊 是踏在这个 椅子的杆子 或者桌子的杆子上 所以这个都要啊 及时啊 修正 像我们在戴读经班 看起来呢 都做得不错 可是呢 往底下一看啊 那就千奇百怪都出来 有的念的时候呢 脚底下是在那里 弟子归圣人训 有的就踩在这个椅子啊 还有桌子的杆子上 还有情况是 突然上课上到一半啊 有孩子就 椅子就倒下去了 为什么 那个椅子的杆被他怎么样 踩断了就倒下去 所以孩子很多动作啊 我们都要事实啊 给他修正 他才会习惯啊 成自然 所以物见欲 那他已经习惯的话 你要不厌其反的提醒才行 那物搏仪 就是站的时候呢 歪一边 或者靠东西 这个都很不好 当他连站的时候呢 都这么随意 这么随便 那你敢 把重要的事情 给他做吗 相信啊 小事 都这么忽略啊 大事的时候 也不可能 突然变谨慎 所以物以善小啊 而不为 物以恶小啊 而为之 一个人的 大的能力啊 也都是从小地方啊 开始扎起 一个人啊 不好的行为 也都是从生活细节 开始忽略掉的 好 下一句 物积句 这个积啊 本积 本积 在 因为他那个口啊 开得很大 所以物积句的意思 就是坐下去啊 两脚不要 开得很开 这个我就不要示范了 你开得很开啊 看起来就 很不文雅 假如又是女性啊 那 可能就要惹人啊 非议啊 人家呢 讲我们的闲话就不好 物摇臂 就是 坐下来的时候 会晃腿 有的还不是左右晃 还会怎么样 上下晃 那我们曾经去参加会议啊 旁边呢 有一些主管 从头啊 怎么样 晃到尾 我们头都有点晕啊 假如你在上课的时候 前面的人也是在那里一直晃 那你可能会很难受 所以这个习惯啊 要改掉 那人的行为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个人讲话 他必须在那里晃 他的内心状态 怎么样 焦躁不安 当他内心焦躁不安 跟你在谈话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应付 不得不做 而很多他觉得很重要的是 比方说 这个孩子的教育啊 或者家庭啊 夫妻关系呢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一直都挂在心上 但是每天又 不得不把这些 必须要赶快去忙的事情去做 所以他的心就一直啊 没有办法完全专注在啊 当下去用心 所以他一焦躁呢 身体就开始啊 晃动了 所以现在人 所以现在人确实啊 也是生活的很不简单 因为啊 要让心安下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一来啊 所以一来呢 要提升我们的智慧 二来啊 也要从外在的行为 时时啊 保持警觉性 常常关照 自己的言语 还有自己的肢体 动作 是不是有 不恰当之处 久而久之啊 你的这些 言语行为 就会内化 时时保持一个 恭敬 保持礼节的分寸 好 所以物见欲 物搏矣 物积聚 物摇臂 那经文里面还有提到 医生缘啊 拜恭敬 那鞠躬的时候呢 我们要 鞠下去 这个叫90度 鞠躬 那有一位朋友 他第一天来上课 看到别人啊 都互相问候 他也是 跟人家点一个头 后来第五天上完课 要回去的时候呢 他就到我们老师 前面来 他说啊 他前面 鞠的躬 都不算数 因为啊 不是打从内心的什么 恭敬 所以呢 现在要很正式啊 对我们讲课的老师啊 行三举空礼 所以我们的这个 鞠躬的动作 是不是从内心出来啊 自己知道 别人啊 也感受 得到 所以礼节啊 确确实实 不是做表面 而是要 沉于中啊 行于外 好 这是提到了我们整个 威仪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 下一段经文 先读诵一遍 缓接连 物有声 宽转观 物处能 直虚气 如直隐 入虚视 如有人 事物忙 忙多错 物为难 物侵略 斗闹场 绝物静 斜屁事 绝物问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 它大体上呢 就是让我们 养成一种 心细 胆大的 态度 我们常讲要 胆大 心细 所以在做很多动作啊 尽量要放柔和 放恭敬 但是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呢 要不怕 困难 所以 物 未 难 因为心细 所以做事啊 很谨慎 自然而然啊 就不会 出 状况 所以胆大 心细 都是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啊 开始 培养 我们来看第一句 缓接连 物有声 当我们在接连子的时候 要亲手 亲脚 拉 不要啊 发出太大的 声响 因为啊 人啊 都是群居 在一起 互相工作 互相生活 所以我们的 一举一动 是不是啊 造成别人的困扰 别人的烦恼 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敏感度 去关照 比方说 旁边 有人在睡觉 你开帘子的时候 啪 他说不定已经两三天没睡好 好不容易 入眠了 你这一个动作啊 可能又让他 睡不着觉了 或者 我们在图书馆里面 你要去接一个帘子 那图书馆 是看书的地方 大家都啊 很安静 那你只要去拉 帘子呢 拉得很大声 可能会啊 有人被你啊 吓了 一跳 所以缓接连物有声 虽然是一个接连子的动作 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处处 每一个言语动作 是不是啊 会让别人觉得不安 这个声音啊 会不会过大 当我们时时会去想到 替别人着想 那心啊 也会越来 越柔软 当你的心越来越柔软 那你就是真正在落实啊 仁慈 之心 在生活当中 还有哪一些时候 会因为啊 我们的声音过大 而造成 别人的烦恼 哪一些时候 比方说 我们这几天都住在一起 晚上假如 走路很大声 必然啊 会吵到别人 那再来 晚上 假如起来 上厕所 那一开门 你力气很大 可能很多人都怎么样 吵醒 我记得啊 在澳洲 学习的时候 这卢叔叔还告诉我 你晚上起来上厕所啊 一定要 一定要 放轻 而且啊 绝对呢 在冲马桶的时候啊 要确定啊 门是关着的 不然那个马桶声 冲马桶那么大 的声响啊 吵到很多人的 安宁 所以一个人 是否有学问啊 在哪里看啊 我们说 替人着想 是第一等学问 而替人着想 可不是用嘴巴 说的 而是点点滴滴 落实的 好 除了走路声 关门声 不可以 不可以 太大 比方说 大家一起吃饭 那 吃的时候啊 不可以 声响 太大 假如你吃饭 很大声啊 那所有的人呢 在吃的时候 都觉得 很不舒服 那为什么 吃饭的时候 声响会特别大 嘴巴没有闭起来 所以我也 跟很多朋友提过 吃饭的时候啊 那个嘴巴要闭起来 因为啊 我们不只代表自己啊 我们是代表公司啊 代表团体 甚至于你到外面去旅游啊 你是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人啊 所以你的动作啊 要处处提醒自己 所以上一次我们也提过了 在巴黎的圣母殿啊 写了一行中国字 什么中国字啊 请勿大声喧哗 写给谁看啊 人家是声名远扬耶 我们怎么是 这样的结果 所以啊 今天 中国人到公共场合上去 会大声喧哗 也代表啊 他在家里呢 也是啊 所以一个人的修养 绝对是在家中培养 绝对是在啊 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啊 就怎么样 就在落实啊 所以 中国人特别强调 圣读的功夫 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言语啊 依然都是要放轻 放缓 这样习惯自然的 自然啊 在公共场合 都能够啊 做得出 这样优雅的 行为动作 所以 当我们在机场上 在机场 看到很多孩子在那里 大吼大叫 跑来跑去啊 我们也要啊 适时的 制止这些孩子的行为 你看你就把 这个巴黎圣母殿的故事啊 讲给他听 所以告诉他 我们脸啊 可不能丢到 全世界去 你看 这个机场上 有这么多的外国人 他一看你这样 你们台湾的孩子 怎么教育成 这个样子 你们中国 中国人怎么教育成 这个样子 这样就啊 很不好 好 那当我们有这个敏感度啊 你可能会在生活 点点滴滴当中啊 开始对这一句经文啊 有更广的体会 比方说呢 半夜回来 拿钥匙开门啊 你也会啊 放轻啊 那当我们 开车 半夜开车回来 你也会啊 你也会啊 赶快啊 把引擎啊 关掉 因为呢 你对于那个声音的敏感度啊 已经啊 越来 越高了 这个就是 关照的能力 行程 好 那缓接脸 除了 这个声响啊 不要影响到别人之外 也是一种啊 爱惜物品 因为你 用东西的时候呢 亲手 亲脚 它就不容易怎么样 坏掉 假如我们平常 用东西 都很粗鲁啊 很大力的 这样本来这个东西可以 有五年十年的寿命啊 可能 用不到一年啊 就怎么样 就坏掉了 所以 从这个习物的 观念当中 我们也要时时提醒自己 不要太粗鲁 比方说穿衣服 假如你很粗鲁啊 衣服很容易就怎么样 扯破了 所以这个都要 提醒小孩 从这个小地方啊 珍惜物品 当你的动作都能轻柔啊 生活当中就不会 常常发现 扯坏东西 摔坏东西 或者是 撞了 撞到东西 这样的情况 发生了 所以我小时候啊 也是常常啊 受伤 不是这里 刮一条痕 就是牙齿啊 又摔断了 所以也是常常啊 伤痕 累累 我还 记得啊 有一次是 跑到这个厨房去啊 滑倒 好几颗牙齿啊 都撞坏了 那 一直到啊 我在大学时候 开始 用功学习 然后读了一些经典啊 这些情况啊 就慢慢 减少 现在就很少啊 会这边破一个洞 那边呢 破 那个刮伤了 所以确确实实啊 人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的 受伤 最主要的原因啊 在什么 心啊 心 才会表现出 莽 初心大意啊 才会表现出 莽撞的 行为 所以呢 一个人要修正自己啊 要从根本下手 就是从这一颗心啊 开始 调伏 而这一颗心的调伏呢 又要从生活的点点 滴滴四项当中啊 去用心 善于 学习 好 所以缓接连 物有生 宽转弯 物处能 好 我们在学校里面啊 就是孩子啊 很常犯 常常呢 一不小心 眼睛不知道看到哪去了 就去撞到啊 桌脚 撞到桌脚 滋味怎么样 很痛 保证会啊 黑青了 会受伤 所以从这一句经文啊 我们也 可以引申到啊 告诉学生 处处要 注意自己的 安全 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们只需去 了解啊 现在的孩子 意外死亡率啊 越来 越高 因为啊 他们没有那个 敏感度 所以 成人 老师也好 家长也好 都要时时提醒 不然到时候 意外造成啊 就为时 已晚 好 那现在 很多孩子啊 喜欢飙车 这个都是啊 对自己的安全啊 都没有一种 敏感度 那我们再进一步 去思考一下 孩子为什么 会去飙车啊 为什么 我们确确实实啊 不能在结果停留啊 要把原因找出来 才能把这些情况啊 做改善 内心 恐虚啊 所以当他不知道 人生的目标在哪 人生的本分在哪 他就很可能啊 游手好险 到最后啊 误入歧途 那他为什么觉得空虚 因为他觉得呢 他没什么价值 我们假如进一步去了解 这些孩子的家庭 很多都是因为 缺乏 父母的关爱 缺乏父母的关爱 所以我们当老师啊 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你对这个孩子越关心啊 他的进步啊 就越大 进步就越大 我记得 我在两年前啊 带了一个班级 这个班级啊 全校最吵的 最难管的 刚好呢 他的老师啊 教了四十年的书 觉得呢 实在是太难带了 那六年级下学期啊 他就不带 他在六年级上学期啊 就退休了 所以下学期啊 就必须有一个 代课老师啊 来带 那刚好我从澳洲 回来 我男 男师的同学啊 就打一通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学校呢 有一班 很不好带的班级 你要不要来到 带 他不说最难带的 我还不一定会去带 他说最难带的呢 我们马上说 好 俗话说 不入虎穴啊 焉得虎子 弟子国也说 物为难 因为啊 我们汤老师啊 就希望啊 自己的能力啊 能够成长得越快 那往后 自己的学生啊 才能得到 更大的利益 那假如一代 就可以带这么难带的 那我一定可以进步不少 所以透过这样 好的一个机会呢 我就去带这个班 结果啊 他的老师呢 就开始给我介绍 从一号呢 介绍到最后一号 一号 怎么样怎么样 二号 奶奶带的 不好管 三号 夫妻 爸爸跟妈妈离婚了 就一直这样讲过来 我们也感受到啊 现在的家庭问题啊 怎么样 很大 可能都四分之一 都是啊 单亲 家庭 有一些不是单亲家庭 也不见得能得到 父母的 关怀 我就曾经打给一个家长 他就说 老师啊 我每一天赚钱 都忙不过来啦 早上比我儿子早出门 晚上比我儿子晚进门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因为他的孩子上 上网路啊 已经上到 学习到很多很污染的东西了 父母都 完全 不值 父母到底为什么这么努力赚钱呢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家庭 更好的 下一代 那你看赚钱赚到最后 真正的目的啊 都忘记了 所以我们一边听啊 也是觉得很心酸 那当这位老师啊 把19个同学介绍完 他就说 就这么 因为19个是男生 17个是女生 他说 这个男生啊 就这么四五个比较乖一点 其他的 都不好管 这位朋友 假如你听到这里会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 只剩下四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要带这个班 就在这个时候啊 我就 生起了一个念头 孩子犯错 就是我们教他 好时机出现了 你要抓住啊 绝对不可以啊 在那个当下 乱发 脾气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态度啊 自然而然 就会欢喜的 去接受 这个姻缘 现在 假如我们老师 没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比方说 孩子又犯错了 你的火气啊 就上来 你怎么又这样 给你讲多少次了 当你用这样的态度 学生 在他的心里啊 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 老师 很凶 他会想 老师已经骂过我了 一笔 怎么样 勾销 所以下一次犯错的时候呢 不要被老师看到就好 他就不是从这个错误当中啊 去反省 去改过 所以 很多机会 教育点啊 我们为人师啊 好好啊 掌握住 那我这个态度呢 是从哪里学习来的 我很幸运啊 在这几年当中啊 遇到非常多好的长者 好的老师 那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好的长者老师 遇到是结果啊 原因在哪 原因是不是 拜拜拜的多 原因啊 在啊 有恭敬的态度 原因在啊 我们有一份心 希望啊 能够在教育 这个领域当中啊 利益学生 利益社会 俗话说 人有善愿啊 天必从之 当我们有善良的 存心啊 一定会得到啊 上天的垂爱 会有很多 很有道德的长者 会来帮助你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 补习班补习啊 都还不是正式老师 刚好啊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他来找我 他跟我说啊 他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我这个同学很老实啊 二十几岁才交女朋友 第一个女朋友 那因为我已经跟他十多年的交情 快二十年了 那他说要带到我们家来 我说好啊好啊 就一起啊 认识一下 结果在跟他女朋友交谈的过程当中啊 他女朋友左一句 我们老实说 右一句啊 我们老实说 假如他是 幼儿园或者小学生啊 我还不意外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三四岁的孩子 他的很多言语当中都会假 假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所以在幼儿园以前啊 他最尊敬的人啊 是父母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把很重要的做人做事态度交给他 他就终身受用 那上了小学 孩子的话变成 我们老实说 那上了初中高中呢 我同学说 所以你看 一个人生命当中啊 对他影响 最大的啊 会随着年龄层啊 而不同 出了社会以后呢 可不要某一个歌星说 可能是上师 或者我们呢 懂得呢 赶快深入 圣贤经典 那可能就是 孟子说 孔子说 那这样 透过啊 圣者人的提醒啊 我们就可以不断 成长 那因为 他女朋友啊 也已经二十多岁了 都能够 时时提到老师啊 让我很惊讶 好像呢 这个老师的地位啊 跟他父母啊 是一样的 所以我越听啊 越感动 所以就提出 要求说 我可不可以认识你们 老师 是他的小学 老师 结果他也呢 很欢喜啊 就答应说 好 我跟我们老师 说一说 就当天晚上啊 我就觉得 自己啊 太充促了 人家不知道 老师有没有空啊 我马上就提出要求 太唐突了 所以我就呢 打一通电话 跟他说 我看啊 算了吧 改天 比较有时间的再说 结果呢 他女朋友就说 我已经跟我们老师讲了 我们老师说呢 要跟你见面 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啊 要赶快进入教育界来服务 他老师教书 已经教三十多年 我们从他老师的 这个言谈呢 可以了解到 他不止自己在做育英才啊 他时时还希望啊 能够有更多的人才 来投入教育 他也非常愿意啊 去提拔 后劲 所以 那一个礼拜啊 我的同学跟他女朋友呢 就开着车啊 先接上我 就再去接他 小学的老师 结果啊 他小学老师 跟我们家住的 只有五百公尺 所以人生的缘啊 很难说啊 人生的缘啊 绝对不是在外在距离的远近啊 而在哪 在心啊 心 很切 所想 人生的目标都相同的时候 纵使在万里之外啊 也会怎么 来相会啊 所谓有缘千里 来相会 所以人与人的距离 不在外 在内 为什么我这么讲 因为啊 我就是想要弘扬中国文化 所以啊 就到了澳洲去 结果呢 就在澳洲啊 遇到了 杨淑芬 老师 你看 必须到万里之外 结果相会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那一份心 所以当我有这一份心 要好好学习如何教导孩子 就能够啊 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指导 所以虽然 家里啊 离得那么近啊 一直都还没有接上 好不容易啊 接上了 我也很珍惜啊 跟这位老师学习的机会 结果这位陈老师啊 上了车 他坐前座 我们坐后座 这位老师回头跟我讲的第一句话 给我很深的印象 他说啊 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啊 我的学生啊 教我很多东西 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啊 说出了一句真理 叫做教学相涨 在理记学记里面就提到 学而后知不足 教而后知不足 而后能自烦也 知道自己不足之处 就能够自我反省 知困 而后能自强也 知道 知道 比方说我们在 上课当中 再阐述一些道理 在阐述一些道理 底下的学生 眼睛呆滞了 快睡着了 就代表我们这样讲 他们无法理解 这个时候我们要自立自强 在研究应该怎么引导 举哪一些事例啊 才能让他有所领会 或者是学生有很多疑问 疑难啊 来问我们 结果一问 我们还不会 就会激励我们啊 好好去查资料 好好啊 再去跟人 其他长者 智者 学习 所以就能够啊 不断提升 所以很多朋友啊 也都很有心 说蔡老师 我也很想 来弘扬啊 中国文化 但是呢 我很怕能力 不够 诸位朋友 不要怕能力不够 等我们都有能力啦 再来做啊 已经怎么样 来不及了 家庭社会都乱了 到时候你想做都 没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抱持着 做中学啊 学中做 因为我们都是私教的一代 不要再让下一代啊 有我们这样的遗憾 那当 家长 当朋友 来问我们一些问题 我们也不要紧张 假如会的 我们就要真诚回答他 假如不会的呢 像我呢 我就会说 我去问杨老师 那杨老师假如不会的 他会怎么说 那我去问我的师长 世金空教授 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好 而当你 面对别人的问题 你不会 你又主动去帮他找答案 他会不会瞧不起你啊 不会 他会更尊重你 他也会很感谢你 因为你处处啊 帮他的忙 所以在心理上啊 不要有担心 确确实实啊 教学 才会 相长 那这一位老师 第一句话 就让我很震撼 接着呢 他又说 孩子犯错啊 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 所以不可以啊 意气用事 不可以发脾气 所以因为我还没教书 他就已经把这些正确的态度啊 告诉我 所以我往后啊 教学生 就从来啊 没有发脾气 没有说呢 这个 因为学生错啊 我就恼羞成怒 从来没有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叫 禁于未发 之未愈 就预防法 孩子还没犯错以前 你就要把正确的观念啊 告诉他 再来 当我们还没有从事这一份工作 就已经有这一些正确的观念 这也是胜于死 这也是啊 禁于 未发 预防 的态度 所以当这一位老师 把学生都介绍完了 我的心里啊 就是出现了这一句话 所以也是以一个 欢喜的心啊 去面对 这一班的学生 那这一班学生呢 有四大天王 不是刘德华 也不是张学友 是四个呢 常常啊 要到殉岛处去报到的学生 那其实呢 我们真正去接触了以后啊 一般认为啊 行为比较偏差的孩子啊 其实啊 也都很善良 只是输于啊 管教而已 当你对他很好 很有义气啊 他一定会啊 也对你啊 很有义气 所以其中有一个孩子啊 他刚好 那个脸部表情啊 很凶 就是没什么笑容 我就把他找过来 跟学生还是要多接触啊 多沟通 才会亲 我把他找过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脸啊 这么凶 是不是老师啊 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他说没有 我接着问他说 你这样的表情啊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跟我说 五年级上学起 你看 他什么时候脸变得这么酷啊 他自己都知道 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啊 要常常能够去感受到孩子 内心的状态啊 不然呢 你都不能事实的给他疏导 后来我就跟他说 说你的脸部表情这么凶啊 人家很容易误会你 还以为你跟他过不去 所以你要把脸部啊 表情放松 他听完以后就说 好 但是脸有没有改 所以 教育一个小孩啊 要有耐心 你可不能跟他说 老师都跟你说了 你为什么还没改 马上就要让他变一个人 有没有可能啊 不可能 所以 后来啊 我就会制造一些机会啊 去给他锻炼 比方说 学校里面呢 要安排一些人啊 去当纠察队 站在走廊 站在校园啊 其他 比方说第一年级的同学 在走廊上奔跑 这些大哥哥就过去 不可以跑 太危险 还会撞到别人 你是几班的 把名字记下来 下次不可以再犯 当一个人是警察的时候啊 他对自己的行为 就会额外怎么样 警慎 当一个人是老师的时候 他的行为相对的警慎 所以我们就派他去当警察 他的行为自然就开始啊 转化过来 因为他很怕 自己呢 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被一年级的小弟弟说 大哥哥 你怎么自己也在犯 那他就很丢脸 那刚好呢 在下课时间啊 我也听到同学之间啊 提到这一位同学呢 曾经啊 到菜市场里面啊 去帮他妈妈卖衣服 这一个消息啊 诸位朋友 你假如听了以后啊 会有什么想法 一个六年级的大男生 肯去帮妈妈卖衣服 那也很难得 所以一个孩子 只要有孝心啊 他绝对很好拉拔 很好管教 所以我对他 就更多的关怀 所以像一般啊 在上课的时候 假如他数学啊 达得很好 我会当场啊 就给他肯定 我说你看 这一位同学的思虑啊 非常敏捷 他能从这个角度啊 去思考 诸位老师 诸位朋友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 真诚的称赞 都会留在啊 都会留在啊 孩子的心中 结果这个孩子啊 第二次月考啊 考了全班啊 第五名 从四大天往 一下子变全班啊 考试第五名 而且在这个过程呢 我还啊 找他来当班长 来当班长 那我想啊 他可能都没有当过班长 所以一找他来呢 他下的半死 都一直呢 不愿意接受 后来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啊 你就先当一个礼拜就好 一个礼拜 我这个教学生 当班长的方法 跟谁学的 跟我小学老师学的 因为班长等于什么 品学兼幼 所以好的方法 要传承下来 所以他就勉为其来了 答应了 结果当了一个礼拜以后啊 从此 都是他当班长 一直当到学期末 所以一个人的潜力啊 透过磨练啊 就会出来 我在海口 跟很多老师啊 一起研习中国文化 那经过一两个月啊 我就会跟这些老师说 下一次上课 你可不可以上去讲十分钟 上去讲十五分钟 这些老师都怎么样 不要啦 不敢啦 我都推来推去 我说拜托啦 十分钟就好了 他们就勉为其难 好吧 结果一上去啊 都滔滔不绝 还要我在后面跟他比 时间到了 下来了 为什么 当一个人有承担责任啊 他就会啊 进步的特别快 而且啊 因为是用心学习 用心教学生 增感情 就是好文章啊 所以一上去以后啊 就不由自主的 把这些感受感动啊 都讲出来 好 所以这个学生呢 当了班长以后啊 也把他的责任心 把他办事的能力啊 都激发出来 刚好 他考了第五名啊 我们呢 也以示鼓励 所以要多请客啊 怎么样 多送礼 我就邀了一些 比较对班上 对学校 比较有贡献的同学 还有他一起呢 去吃饭 结果啊 他的母亲 骑了一台摩托车 把他接过来 刚好我们已经在校门口了 他的母亲啊 就对我说 他说老师啊 我这个孩子啊 读了五年 半的书啊 从来没有老师啊 看到他 我们听到一个家长这样的话 也是于心不忍的 因为啊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上肉啊 那这五年半啊 相信对他的父母啊 也是一种什么 煎熬啊 孩子不是不能教啊 所以呢 他母亲呢 就感慨了 说了几句话 我马上啊 把他的话转过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 吴妈妈 这个孩子啊 非常聪明 他的学习状况很好 他的领导才华也很好 然后做事啊 很负责任 上一次我交代他去办啥事 都办得很仔细 我就举了一些啊 最近发生的事例 跟他母亲做报告 因为我们称赞别人啊 也要具体 你很具体啊 对方就会觉得 哇 真有这么回事 假如你才只是说 不错啦 很好啦 他妈妈可能也会很怀疑 所以我就这样啊 称赞了这个学生啊 的很多优点 足足在那里啊 站了好几分钟 虽然我是在讲给他妈妈听啊 事实上啊 讲给 这一个学生听啊 相信啊 我们老师自成的称赞啊 会留在他的心中啊 一辈子 好 后来啊 学期结束了 我们学期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规定啊 要把 整个班的学生啊 带出校门 把他们的亲手 把他们的送出去 结果 就搬了很多礼物啊 搬完以后啊 还剩一个礼物 怎么办 那搬这个礼物 也不可以白搬 还可以做一个机会 教育点 我就说 来最后这个礼物啊 我们搬给 这个学期啊 在德行上 在学习上 进步最多的同学 由你们 来推举 结果怎么样 这个班长就当选了 就把这个礼物啊 搬给他 结果这个同学啊 拿到啊 回到他的座位 一坐下来啊 一个大男生啊 就开始啊 掉眼泪了 那因为我们当老师 站在讲台啊 底下的学生 任何一个动作都怎么样 一目了然 所以我当完老师 当了老师以后 才知道啊 以前当学生啊 在底下做什么 还以为老师没看到 真是自欺啊 好 那我们这节课啊 先上到这边 下一节课再继续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